去泰國旅行一定會去機場 可以搭船的 好廢話啦你 正所謂去得機場終於苦 今天我們來個泰國機場攻略 攻略 攻略1 FreeWiFi 機場FreeWiFi要用Passport號碼連線 你可以自己進入又或者去服務台叫人幫你搞 得了 咦 台長自己連線 他整天去泰國的嘛 不就會自動連線咯 無見識 攻略2 電話卡 基本上你一出閘已經有幾間電話商 每間都差不多了 你自己喜歡 當然你可以出發前做足準備 現在香港很多WiFi打租的 付錢就行了 我的計劃是299匹 18天 都挺大的 攻略3 搶錢 在我們的明茶暗房底下 終於找到一個機場搶錢最底的地方 這條街有很多間交換店 不過Vita姐姐多數會用SuperWiFi 水位都會比較好 遊賣廣告 不用吃飯的 特別不用錢的 攻略4 坐車 曼谷這個新機場 令市區一點都不接近 以前九龍城機場 不是很接近市區嗎 對 所以我們就是講這個交通 如何進來這個機場 都很久不見了 3801機場快線 曼谷機場的機場快線 其實是直駁曼谷市區的 半個小時就出到市中心了 一個站直駁MRT 一個站直駁BTS 用它出市區多方便 還要很便宜 才是幾十塊 不過 如果不想托著行李上上落落的話 就要留意接下來的方法 方法二 飛的 的士就跟你點對點 當然方便過你搭這個機場快線 不過原來搭的士都有它的巧妙 一般出租車就是一些私家車 這個就是出人車 大車 如果你多行李 原來搭一個大貴一點 如果我們要按這個按鈕 等於出場飛就會到64號 然後到64號 就可以坐回那輛車 拿飛就要提供一個服務給你 他要收50元手續費 OK 如果連50元都想節省 我們想你一招絕招 這裡就是機場離境大堂 四樓 這裡可以去到找司機 但是有一個問題 當然是便宜了50元 但是沒有什麼保障 因為下面有一個服務 有閉路電視 他們會跟進到司機在哪一位 在哪一個 但是在這裡的話 我們是跟進不到的 要不要用 大家就可以自己去考慮一下 所以說 要聰明猶泰國 當然要看更多JMKTV 又賣廣告 接著就是賣廣告時段 方法三 包車 猶泰國包車 記得用我們誠意推介的 優質包車公司 就連國際巨星周者倫 和高比拜仁來泰國 都是找他們訂車的 記得包車 其實我們包了車 可以叫司機幫手換 不過大春呢 這麼喜歡 有它 對 對 對 就是這樣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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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MKTV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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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